中午後台北車站 湧現大批人潮現場賽報 為了要緊守防疫準則 台北車站現在是禁止在黑白磁磚 這個區域民眾席地而坐 不過因為今天是穆斯林的開齋節 而許多的穆斯林也聚集到現場 他們現在都已經擴散到旁邊的區域 坐在柱子旁邊 工作人員鐵路警察全員出動 疏散現場 為了防疫台北車站全面禁止民眾 坐在大廳黑白磁磚地 對於禁令外籍移工看法不太一樣 這個病很危險 我們有考慮 還是朋友在一起坐在地上 如果沒有這個地方給他們 覺得他們也沒有地方去 請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避免全聚 目前還是在防疫期間 23號下午開始 是穆斯林一年一度的開齋節 許多移工坦言 今年的開齋節與往年比起來 真的不太一樣 不少人直接轉移陣地 坐到北車站外 坐坐坐 台地表示為了配合指揮中心防疫準則 避免室內群聚維持社交距離等等 台北站以及鐵路警察同仁 一早就用柔性勸導的方式 請移工不要聚集在一樓大廳 也貼心送上礦泉水 祝福移工開債節快樂 謝謝 太好了 太好了 不過台北車站大廳是否開放爭議不斷 台地強調下週會召開會議商討應變措施 再做最後頂奪 簡令明灰山 台北車站報導 手 使 無 無